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退一万步说 就算他情急之下答应了你们 可万一日后的中途变卦了怎么办 到时候你们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会 云狂此人虽然刚毕自用 但还算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相信 他不会背信其义的 我看你这是太自信了 够了 爹 你不是一直都支持我吗 怎么老说这样的丧气话呢 我给过你机会 可是你们呢 我在这山洞里一点行动都没有 你说 还让我怎么支持你 但支持的前提是信任 可你根本不信任我 我海天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是我绝不屈居人想 子舒 一切就按你说的办 诺 走 这 这 打仗 最重要的是士气 请你下次 不要再说这种长他人之气 灭自己威风的话 否则 否则怎么样 否则你的儿子 就没法在你身边尽孝 你威胁我 我算知道了 你这个本事 也就是威胁威胁我 有能耐你跟人家云狂比 你看看人家云狂 云狂怎么了 他有三头六臂吗 就算他有 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现在还等着我去救他呢 你说 你儿子哪一点比他差了 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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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吧 赶快走 少将军 打了败仗 生气是没有用的 不要你管 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 难道你非要全军覆没 你才心肝吗 我不相信 我云狂五万大军 怎么会攻不下 一个不到一万人的寇县 少将军 战争是讲谋略的 光成匹夫之勇 那是成不了事的 报 寇县海天送来说寒一封 请将军过目 海天 什么人呢 据说原来是寇县的庭长 后来因为范氏被通缉 占了山头自立为王 几个小喽啰 想跟本将军平起平坐 你告诉他们本将军不答应 诺 等等 来人现在在哪 就在门口 赶快把来人带来见我 战王那里由我来安排 诺 有 温口 昔我 真是天助国业 温我 温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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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回乡训话 寇险忽然火势重天 看样子 一时半会儿是灭不了了 传令下去 大军准备立刻出兵 诺 将军 有的时候 里应外合还是挺有效的 你要是听我的 这把火早就烧起来了 我不听你的 这把火还是要烧起来 这是天助我严 等着我拿下叩险吧 下去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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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将军 你听我说 叩险是敌者 虽然我们已经攻下了 但是难保没有奸细 所有可疑的人 统统都得杀 快 快 住手 住手 请问云将军 这些百姓身犯何罪 为什么要杀他们 这是军令 军令需要有理由吗 那我做主 放着他们 你是谁 你凭什么在我这儿做主 在下海天 就凭我跟你平起平坐 将军 昨天晚上 敌营的那把火 就是他放的 他 放的 扣仙的火是你放的 相信袁将军是个守承诺的人 一定会遵守我们的约定 放 你跟我谈什么条件 我觉得我不敢杀你吗 你敢 你当然敢 连无辜的百姓都敢杀 何况一个区区的海天 你不怕死 是我海天引狼入室 罪该万死 既然我救不了他们 就让我跟他们一起死 权当赎尊 大哥 连死都不怕 是条汉子 我云狂生平最尊重的 就是这种人 海天 你今年多大了 在下三十有二 你比我大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兄弟 你就是我海大哥 海天恐怕高攀不上 你看不起我 不敢 那就好 喝酒 那这些百姓 大哥你怎么说 大哥你怎么说 放了他们 那就放了他们 将所有人严加盘查 暂时不杀他们 我海大哥说的 海大哥 谢谢 海大哥 谢谢 走 谢谢海大哥 谢谢 谢谢海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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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云将军说 太位府怕三位出不惯 所以特地将三位安排在这儿 假如缺什么短什么 尽管吩咐 小的立刻去办 好 你下去吧 诺 走 他奶奶的 他奶奶的 刚才你把钱对准大哥的喉咙 真的吓出我一身冷汗 不过没想到 峰回路转 云将军居然跟老大成了朋友 真是意想不到 我想 大哥之所以敢这么做 一定是 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对不对 没有 没有 那是 你别忘了 我是个赌徒 我知道什么时候该下注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之前苏折的一句言而无信 就逼得他云狂乖乖地就范 光从这一点上 我就能断定 在他云狂心里很重一个义字 而且依云狂的脾气 杀那些百姓 就是因为寇县 久攻不下 想出口气 但是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个好事 自古以来 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倒是愿意 拿我这条命来赌一把 不过人心难错 万一他把你杀了怎么办 那我也就只好认命了 谁叫我猜错了 不过 大哥 这一招 赌得妙 你不但赢得了民心 最重要的是 看穿了云狂的本质 依我看 云狂此人 将来 未必会有什么作为 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 因为云狂的身边 有了苏折 那假如 苏折为皇所拥呢 这倒是个好建议啊 苏 主 由回到正宏 为현병 不认为 够代研究 之外 我担心他会调转军队 反攻叩险 你看我们是不是 马上撤兵离开这 张极又怎么样 苏先生觉得云狂 打不过张极吗 可他有四十万军队呀 那又怎么样 这里地势险要 我们居高临下 占尽了优势 我尚且都打了这么久 莫非张极他有三头六 必不成 少将军 不走 这叩险 是我好不容易打下来的 在叔父还没有派人 来接收之前 我说什么都不会走 将军 您的信 备车 诺 少将军 要去哪里 海大哥请我喝酒 少将军 海天此人 城府极深 我看 你还是应该跟他 保持距离为好啊 苏先生 当初叫我跟他平起平坐的是你 现在叫我跟他保持距离的又是你 你到底要我听你哪一句啊 少将军 你记不记得 他为全城百姓求情的情景 那种天生赌徒的情报 一眼便知 其人奇智不小 再加上 你当着百姓的面 给足了他这个面子 人心归下 你是再明白不过了 少将军 得民心者 得天下呀 苏先生 我觉得你就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我海大哥只是天性善良而已 哪有你说那么不堪 再说 要是他真有反心 我云狂手握军队长刀 难道还怕他三个乡夜村夫不长 这 苏先生 不说了 喝酒 苏先生 我在钓鱼 有什么事 一会儿再说 当心必把我的鱼 吓跑了 好 看你 好 一全是 试徒 苏先生 先生 海公子 你等了我一天了 究竟想说什么 先生微名远播 海天早有耳闻 一直想聆听先生的教诲 希望先生能不吝嗣教 海天感激不尽 你会前途无量的 苏先生 苏先生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不过 猎女不识二夫 忠臣不识二主 我受的是曾王的恩惠 拿的是云家军的奉命 你明白吗 是 海天唐托儿 念你诚心求教的份上 我送你一句话 此地不宜久留 我马上就要走了 你也赶紧走吧 好 你就不问我原因 我相信先生 好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后会有期 至于 仨是 探紧 在唐托儿 房里 厨 不过 宝贝 冬庭 宝贝 帝 我的丹 我 又 谢谢你 来啊 报告将军 张旗四十万大军攻进来了 我军亏不成军 为什么不叫醒我呢 将军吩咐过 将军睡着的时候 就是天大的事也不能打扰 属下不敢 海大哥和苏先生呢 属下已经找过了 没有他们的下落 驾 快点 给我追 那 我找到了 我也找到了 你小时候想嫁给什么人啊 你先说 不要 你先说 我的很普通 我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 将来隔壁大牛欺负我 他就可以保护我 你呢 我 我居然想当皇后娘娘 太可笑了 那个算命的 说你有母仪天下的命格 现在二世登基 说不定你真的有机会呢 好啊 妙哥 你敢笑我 不过小时候是小时候 现在我们长大了 那现在呢 你想嫁什么样的人 现在啊 我想找一个身材高大 威风凛凛的 有点坏 又不那么坏的人 嗯 最好呢 还要有万夫莫敌的武功 跟坚韧不拔的勇气 初遍不惊 遇到困难的时候 绝不退缩 对 长相不用那么出色 但一定要够霸气 嗯 糟了 怎么了 你说 万一有一天 我们爱上同一个人 那怎么办 我一定会让给你的 吕家对我有恩 我不会忘恩负义的 不要 你又来了 每次都说让给我 那万一有一天 我们真的爱上 同一个人的话 我们都不要选择 把选择权交给他 让他来选 而且要保证 绝对不要影响到 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 怎么了 我哪比得上你呢 你又来了 妙哥 好不好 那万一我们爱上 同一个人的话 我让给你咯 这样不好 好好好 谁叫你是我的好妹妹呢 走了 尘狗 你抓不到我的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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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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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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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 呀 呀 呀呀 呀 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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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